Kobe Bryant 離世後的第一雙簽名鞋款 Nike 為我們帶來的是什麼 大家好 今天歡迎來到JB跟你一起看球鞋與球星的故事 今天要討論的是Kobe Bryant 的Mamba Fury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Kobe Bryant 離世後的第一雙鞋 Nike 為我們送上的不是正代鞋款 也不是復刻的Potrol系列 而是一雙再普通不過的平民鞋款Mamba Fury 還記得上一雙Mamba系列的Focus嗎? 他們彼此之間是有幾分相似的 甚至可以說是兄弟鞋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有多像吧 兩兄弟都是採用樸實無華的Kobe Logo 黑色鞋盒 先送上這雙鞋款的身份證 Mamba Fury EP EP 也就是所謂的 Engineered Performance 性能取向 至於這雙鞋款的性能到底如何 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這雙鞋款的版型算是細長型 與上一雙Mamba Focus 一樣 應該是與他們鞋底與氣墊的模組 都是一樣的有關 所以平民版的Kobe大概短時間內 都會用這樣的版型來出鞋子 這次我選擇的是平常穿的尺碼 套上鞋款後雖然兩側鞋身都沒有空間了 但腳趾前面還是有一點空隙 因此Size 上的選擇 建議大家還是去試穿一下 附上相當不重要的使用說明書 這次選擇白灰配色做開箱 潔白的鞋身真的相當容易髒 但就是非常好看 整雙鞋子的外型算是相當不錯看 很多細節上的設計是超越過去平民版的設計 但它就是平民版 所有用料都是比較簡易的 鞋面的機能網步相當鬆 尤其是在腳趾附近沒有鞋帶可以拉緊的部分 打球的時候可以感受到腳趾在裡面晃動的感覺 當然腳板厚實的人可能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鞋面的拇指處有一塊防刮設計 外底延伸上來的陰陽配色 就是跟上一款一模一樣的設計概念 鞋帶系統看似有做一點不規則的樣式 但仔細一看 其實它們排列的方式是一直線的延伸 只有在機能網步上面的強化塗料 用了不規則的圖案 兩條由鞋底向上延伸的彈力線 是整雙鞋子穩定感最好的部分 其他地方的包覆程度都算普通 而這雙平民版最好看也最有效果的部分 就是延續了上一雙曼巴的低勾設計 外觀相當有立體效果的視覺感 而且也可以做到防側翻的效果 接著來到鞋子內側 Zun Air的字樣印在前面 表示它的氣墊放在前掌 而內側的勾勾設計有點像是PG3的感覺 再來看看這次創新的設計 就是後跟那塊多出來的塑膠片 但它就單純是一個造型 而上面的特殊符號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就是跟Kobe AD初代的後跟上一樣的Logo 或許Nike是想使用這個符號來紀念Kobe 因為AD的含義就是After Die 而那塊不知道幹嘛的塑膠片雖然沒啥用 但腳踝旁邊的填塞物算是相當厚實 可以讓你的腳踝在運動下是有安心的感覺 而這裡可以看到鞋舌的部分有一點點加厚 算是彌補了一點點的包覆感 而且採用了內靴的方式盡量增加它的包覆感 但成效能是有限 反而讓整雙鞋穿在室外打球是相當悶熱的 進入中底與外底的介紹前 先送上Kobe點字 這串點字所代表的意思是 等等 這竟然不是Kobe點字 而是盲人點字 Nike 你真是讓我失望透頂了 而這兩串盲人點字是三個女兒的名字 Gianna Natalia Bianca 另外一邊則是Always Air Fusion 持續進步的意思 文字所代表的意義都很好 但為何是用盲人點字而不是Kobe點字呢? 失望啊 外底部分就是完全使用上一雙的模板 這部分真的不得不說Nike很沒誠意 就算是平民版這樣也對消費者太不真誠 外底標示出Zoom的位置 就是它氣墊大小與所在的位置 相當小的一塊而且很硬 又或者說整雙鞋款的中底調教都很硬 沒有什麼緩震 而打起球來反應也算普通 有時要做加速或連續起跳時還有一點脫腳的感覺 後跟部分有一個Kobe Logo 但是完全沒有緩震 所以如果你是膝蓋有傷 或者體重較重的球員 我還是建議你這雙鞋也可以閃過 最後總結一下 Mamba Fury就是一雙平民鞋款 Nike並沒有在Kobe離世後帶來什麼驚喜 甚至把原本排定販售的Kobe高價鞋款通通下架 而販售日期遙遙無期 就是避免趁這個時間賺錢引人耳語 同時避免因為草鞋歪風 讓真正想買鞋的人買不到 目前Nike對於Kobe鞋款的行銷方式我算是相當認同 而這雙平民鞋款不但可以減少草鞋歪風 同時也可以給需要室外打球的人一個不錯的選擇 平易技能的價位 中規中矩的包覆 相當硬的中底 耐磨的外底 就是一雙耐操的鞋款 但就像前面說的 他的反應性不佳 而且缺乏避震 如果是體重較重的內線球員 與膝蓋有傷的朋友 建議還是選擇配置比較好的鞋款 好的 今天的球鞋開箱到一個段落 Nike 在Kobe離世後送上的第一雙鞋款 您有什麼看法都歡迎留言與我討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雙鞋子見嘍 鳥 我們下一次 準備好了 開啟小鈴鐺 指揮